喜欢种菜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来聊聊各种蔬菜,根据什么来决定种植时间。 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蔬菜本身的温度特征, 另一个就是你所在地区的温度情况, 全年的温度数据根据经验, 或者更精确的上网查一下平均温度就知道了。 这个图就是网上查到的我这里的温度数据。 不同蔬菜在各个生长阶段所需要的温度是不同的, 世界各地不同区域气候不同, 所以即便是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地区种植什么蔬菜是不同的。 下面列出了45种咱们华人常常种植的蔬菜, 以及它们的温度特征。 朋友们查看一下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种什么菜了。 1.大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2度到20度左右最佳, 3度到5度开始发芽,超过30度发芽困难。 大蒜洗冷凉,生长室温,零下5度到26度。 叶片生长室温,10到20度。 1.蒜头形成最佳温度,15度到20度。 超过26度,生长缓慢,容易产生黄液,可短时间耐零下10度的低温。 2.油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度到25度左右。 油菜 洗冷凉,怕热,12度到19度生长最好,10到25度之间生长良好,高于25度生长缓慢。 超过30度,低于4度,生长停止。 能耐短期零度的低温。 3.香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8到20度左右最佳,超过30度发芽困难。 香菜 洗冷凉,耐寒,怕热,生长室温为15到20度,超过25度生长不良。 能耐-1度低温。 4.豌豆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8到20度左右最佳,最低发芽温度是2到5度。 豌豆较耐寒,苗期适宜温度为15到20度,开花的最低温度为8到12度。 开花结颊的最适宜温度是15到18度,果实成熟阶段需要18到20度。 高于25度生长缓慢,低于0度会有动害。 5.生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2度左右最佳。 最低发芽温度为4度,超过30度发芽困难。 生菜较耐寒,生长室温为15到20度,高于25度品质不良,可耐短期低于0度的温度。 6.韭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18度左右最佳。 2到3度开始发芽。 酒菜吸冷凉,抗寒耐热。 生长室温为15到25度。 10到15度也可以生长。 超过25度生长缓慢。 叶片能带零下5度的低温。 7.芹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0度左右最佳。 4度开始发芽。 超过30度发芽困难。 芹菜吸冷凉。 幼苗期生长室温,15到23度。 营养生长期最佳温度,15到20度。 幼苗期能耐零下7度低温。 橙猪期能耐零下10度低温。 8.童蒿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到25度左右最佳。 童蒿较耐寒,生长室温为17到20度。 高于29度生长缓慢,可耐短期0度的低温。 童蒿对光照的要求不高,光照较弱时也能生长良好。 9.蚕豆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6到20度左右最佳。 最低温度为3到4度。 最高温度为30到35度。 蚕豆耐寒,在20到25度生长最好。 14到16度也能正常生长。 开花节豆匣的时候,要求16到22度。 高于32度生长缓慢,低于零下4度,会有动害。 10.蜗菊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0度左右最佳。 最低发芽温度为4度。 超过30度发芽困难。 蜗菊耐寒。 幼苗生长室温15到20度。 静的生长室温11到18度。 开花节食要求温度在19到22度之间。 高于32度生长不良,幼苗期可耐短期低于零度的温度。 11.甜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0到15度左右最佳。 甜菜、吸冷凉、怕热,在15到19度生长最好。 超过25度,低于4度,生长缓慢。 12.土豆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3到18度左右最佳。 10到20度之间均能发芽。 土豆、吸冷凉,快净的生长室温为16到18度。 高于25度停止生长。 静夜的生长室温为15到25度。 超过39度生长停止。 幼苗期在零下1到零下2度时产生动害。 13.芥菜 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适宜温度18到20度左右。 芥菜耐寒能力相对较强。 15到22度生长最好。 喜欢昼夜温差大的生长环境。 超过25度低于12度生长缓慢。 不能耐低温。 0度左右的低温会造成冻伤。 14.新兰花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到25度左右。 新兰花吸冷凉怕热。 10度到25度生长最好。 高于25度亦涂涂涨。 超过30度低于5度生长停止。 除耐寒品种能短时间忍耐零下3度, 其他零度或以下遗受冻害。 15.包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度左右。 包菜吸冷凉怕热。 15到20度生长最好。 10度到25度之间生长良好。 高于25度生长缓慢。 超过30度低于5度停止生长。 能耐短期零下3度的低温。 16.回香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8到20度左右最佳。 回香吸冷凉。 生长室温为15到20度。 超过25度生长不良。 5度以下易受冻害。 17.菠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4度时就能发芽。 15到20度左右最佳。 菠菜是典型的耐寒蔬菜。 在15到20度生长最好。 超过25度低于4度生长缓慢。 能耐零下6度到零下8度的低温。 18.囚禁甘蓝。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0度左右。 囚禁甘蓝喜欢温和的生长条件。 而且耐寒和耐热能力都不错。 在15到20度生长最好。 7到25度之间也能良好生长。 超过25度低于7度生长缓慢。 幼苗期甚至能耐零下15度的低温和35度以上的高温。 19.洋葱。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2到20度左右最佳。 3到5度开始发芽。 12度发芽速度明显加快。 洋葱吸冷凉。 生长室温为12到27度。 超过32度生长基本停止。 幼苗期可耐零下7度的低温。 20.胡萝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8到20度左右最佳。 胡萝卜吸冷凉。 耐寒怕热。 生长温度为13到25度。 3度以下30度以上生长不凉。 幼苗期能耐零下3度到零下4度低温。 21.葱。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7到20度左右最佳。 2到5度开始发芽。 超过20度发芽困难。 葱、洗冷凉。 生长室温为13到25度。 叶片生长适宜温度10到20度。 超过25度生长缓慢。 可耐45度高温, 即零下20度的低温。 22.四季豆。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0度左右最佳。 低于8度,超过35度不发芽。 四季豆。 洗温暖,但耐热和抗寒能力弱。 在15到25度生长最好。 结甲时适宜温度是20到25度。 超过30度,低于10度生长缓慢。 23.芥兰。 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适宜温度25到30度。 芥兰。 吸冷凉,有一定耐热能力。 15到25度生长最好。 喜欢昼夜温差大的生长环境。 超过30度,低于15度,生长缓慢。 能耐短期0度左右的低温。 24.萝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到25度左右。 萝卜。 吸冷凉,怕热。 12度到19度,生长最好。 10到25度之间,生长良好。 高于25度,生长缓慢。 超过30度,低于4度,生长停止。 能耐短期0下3度的低温。 25.白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度到25度。 白菜。 吸冷凉,怕热。 18到20度,生长最好。 10到22度之间,生长良好。 高于25度,生长缓慢。 超过30度,低于5度,生长停止。 能耐短期0下3度的低温。 26.菜心。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到30度左右。 菜心。 吸冷凉,怕热。 15到25度,生长最好。 菜苔形成和生长期,适宜温度15到20度。 超过30度,低于15度,生长缓慢。 能耐短期0度左右的低温。 27.丝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8到30度左右最佳。 30到35度,发芽快。 丝瓜。 洗温耐热。 生长室温为18到24度。 结果期室温26到30度。 30度以上也能生长。 低于15度,生长缓慢。 0到10度,生长基本停止。 0度以下产生动害。 28.西葫芦。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到30度左右最佳。 最低13度也能发芽。 但发芽所需时间长。 西葫芦洗温,但耐热抗寒能力不佳。 植物生长适宜温度20到25度。 低于15度,超过30度,生长不良。 高于30度,生长缓慢。 低于8度,停止生长。 29. 姜豆。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到25度左右最佳。 低于8度,高于35度,发芽困难。 姜豆耐热。 在20到25度生长最好。 20到32度生长良好。 超过35度,能正常生长。 但容易落花落果,品质不佳。 幼苗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20度。 13度以下停止生长。 开花期的适宜温度为18到25度。 低于10度,生长缓慢。 低于5度,产生冻害。 低于0度,直接死亡。 三十番茄。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0到25度左右最佳。 最低发芽温度为8度。 超过35度,低于20度,发芽率会大大降低。 幼苗期适宜温度为23到28度。 番茄喜温不耐寒。 生长室温为16到28度。 低于15度,番茄受粉做果,果实转红都会受到影响。 低于10度,生长受到强烈抑制。 三十一,花椰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度左右。 花椰菜吸冷凉怕热。 20到25度,生长最好。 高于25度,很难形成花球。 超过30度,低于5度,生长停止。 零度以下,易受冻害。 三十二,木耳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8度左右最佳。 木耳菜,喜温,耐热,但不抗寒。 幼苗生长室温为16到26度。 橙株静的生长室温为18到28度。 35度高温也能正常生长。 零度即以下低温,易受冻害。 三十三,芋头。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3到15度即可发芽。 25度左右发芽最快。 芋头洗温,耐热,怕寒。 幼苗期生长室温20到25度。 橙株生长室温为20到30度。 囚静发芽最佳温度27到30度。 15度以下,35度以上生长不良。 持续5度以下,易受冻害。 34,茄子。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到30度左右最佳。 茄子洗高温,生长室温为20到30度。 低于20度,茄子生长减缓。 低于10度,生长受到强烈抑制。 低于7度时,彻底停止生长并可能对植株造成伤害。 低于零下1度时,被冻死。 高于35度,生长不良。 35,苦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度左右最佳。 13度以下,基本不发芽。 苦瓜洗温耐热,生长室温为20到30度。 超过35度,低于15度,生长变缓。 5到10度,生长基本停止。 5度以下,产生动害。 36,黄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3到18度左右最佳。 10到20度之间,均能发芽。 黄瓜是洗温植物,生长室温为15到32度。 10到32度,正常生长。 超过35度,生长不良。 高于45度,低于零度,蜘蛛可能死亡。 37,辣椒。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到30度左右最佳。 25度时发芽需4到5天,15度需10到15天,12度需要20天以上。 低于15度,高于35度,不发芽。 辣椒是洗温植物,生长室温20到25度。 15到34度,生长良好。 低于15度,植株生长减缓。 较长时间低于12度,生长受到强烈抑制。 低于5度时,产生动害。 高于35度时,生长不良,做过困难。 38,莲藕。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度开始发芽,20度左右发芽最快。 莲藕,洗温耐热怕寒,生长室温20度到30度。 15度以下,35度以上生长不良。 持续5度以下,易受痘害。 39,紫酥。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8到23度左右发芽最快。 紫酥,洗温耐热怕寒,生长室温为20到30度。 幼苗期可耐1到2度低温。 10度以下,35度以上生长不良。 持续0度以下,易受冻害。 40,红薯。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7到30度左右最佳。 15度以上,即可发芽。 红薯,洗温耐热怕寒,生长室温为25到28度。 30度以上,叶片生长迅速。 快净膨大变慢。 20到25度的低温最适合快净膨大。 15度以下,38度以上,基本停止生长。 持续10度以下,易受冻害。 41,冬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8到30度左右最佳。 最低13度也能发芽,但发芽所需时间长。 冬瓜,洗温且耐热。 生长室温为25到30度。 35到40度都能正常生长。 低于20度果实发育不良,低于5度产生冻害。 42,生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度左右发芽最快。 生姜,洗温怕寒。 生长室温为25到28度。 15度以下停止生长。 10度以下,易产生冻害。 43,黄秋葵。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度开始发芽。 25到30度左右发芽最快。 黄秋葵,洗温耐热怕寒。 生长室温为25到30度。 26到28度最适合开花结果。 30到35度之间也能正常开花结果。 低于15度结果困难。 低于14度生长区域停止。 持续5度以下,易受冻害。 44,空心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15到20度左右最佳。 空心菜,洗温耐热怕寒。 生长室温为20到35度。 能耐35到40度高温。 10度以下停止生长。 0度以下受冻害。 45,南瓜。 种子发芽适宜温度25到30度左右最佳。 最低15度也能发芽。 南瓜洗温耐汗耐热。 生长室温为18到32度。 40度以上停止生长。 低于6度产生冻害。 总结一下, 这些是适合比较冷和冷天的菜。 这些是适合热天的菜。 看了这些, 你就知道, 应该什么时候种哪些蔬菜了。 这些比较是6号層温度的水平之间啊。 感谢观看